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美工刀方面的一些选择的问题 刚好我们这有四把美工刀是市面上常见的 那么其中像这两把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像为什么这两款我们会用的比较频繁啊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是有锁扣 对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这一款呢它是带有一个锁扣 不拧紧的话是这样子 当你一旦拧紧了 那么这个刀片它就是晃动不了 前后固定住了 对前后就固定住了 那么像这两款呢 当我们确定一个要的长度之后 你用力一点其实 这个刀片前后就会晃了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下料是非常非常 会有影响 对有很大的影响的 像这一把看起来还挺高级挺实在的 但其实它也是一样的锁不住 这款用的比较频繁 它有一个拉口一打开这个才可以推出去 当我们把它按下去的时候就动不了了 这个刀片就固定住了 非常nice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矿量的问题 这两款说是说可以锁住啊 但是当我们把它锁住 它前后是动不了 但是它的矿量很大 特别的不稳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 把这个拉扣打开之后锁住 它就是动不了 几乎是矿量很低 稳定性很强 对这样就是刀片裁的时候就不会动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两款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款 之前说它没有锁扣 所以它前后会动 但是它的矿量 有一点点啊 比起这个来说已经是好很多了 跟这个也是好很多 但是和它比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欠缺 看一下这一款 就是前后很大 它的矿量非常的大 这好像就当初我们画画的时候 削铅笔用的刀吧 因为我小欠缺的都是那一款 是这一款 对我买这一款小欠缺 那你不要更高级一点啊 就是两个价格差不多 会买会买 所以这就是要学会如何过日子嘛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所有的一个刀啊 它都有不同颜色的刃 这一款是白刀 对一般叫白刀 对这一款是黑刀 就是黑色的 然后每一款呢 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一款吧 是黑刀 但同时它还有白刀 那么这黑白刀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点其实并不大 你可以跟它说一下 像我个人是喜欢用黑刀的 黑刀它去耐久度持久度会比较高 然后去下料 我也觉得会比较顺畅一点 可能这个白刀 我可以削切个20刀就炖了 我这个可能切个30 40刀才炖 并且切出来的那种弧面直面 就更顺畅的感觉 但是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我插一句 就是有的人说什么 日本进口的刀片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还好 国产的现在 你只要选的品牌好一点 国产的也很好用 我们这一款国产的刀片 就挺好用的 品牌就不在这说了 有兴趣的可以私信 或者弹幕之类的 其实还有个问题啊 每一个刃 虽然说有白刃黑刃 但是同时它还有刃脚 比如说这个黑刃脚 它是45度的倾斜 这个黑刃脚 它就是30度的一个倾斜 可以看得清楚吗 就是像这个30度的 看起来就会更尖锐一点 就是更锐一点 然后这个呢 就会更平缓一点 就是角度的问题 就是刃与那个斜边的角度 这个成45度角 这个是30度角 对 这如何使用啊 对于新手来说 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也不用特别去介意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30度的那个角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说 30度的角 你踩弧线 就会更舒服一点 踩直线的话 其实两边差别并不大 然后有些萌新啊 他不知道如何撇刀 他以为这是一次性的 你知道吗 他用完啊 好顿啊 哎 这把刀 这个就废了 甚至 有些人就是这么认为 但有些人说 我可以这个用完 我就换下刀片 但其实 这一把刀 它有多少格 说明它有几条命 嗯 对 是的 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去撇刀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把刀的刀尾 哎 有这个凹槽 它是用来干嘛 方便我们撇刀片 说到这我详细一个点 就是那个蚊香 蚊香 就是那个蚊香盘 对 就是我们一般用 不是把它掰开吗 对 其实后来别人说 那个是德国设计讲的 不用掰开 那怎么搞 就是直接你点一边 刷完了 另一边就出来了 这样子啊 对 我每次都会掰断 你知道吗 危险也是 其实别人都是设计好了 刚才接着说这个 好 我们要出一格 把这个屁股 拿出来 哎呀 这个好紧啊 这个特别紧 现场翻车 拿出来 有一个凹槽的地方 放进去 然后把它一撇 对 它就会跟着那个线断掉 对 然后再把那个 刀一定要包好 把它给丢到垃圾桶 然后呢 这把刀是桶里 去撇刀片 这两款 你也可以示范一下吗 不用示范了 你没有 试一下吧 你浪费刀片吗 你拍翻车吗 这一个刀片可以用几十下 你这是奢侈浪费 我们要节约好吗 好 好 然后这两款的话 他的屁股就没有 这个有 这个有 好 我们来说一款没有的 那我们要如何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钳子 钳子 千万别用手 老虎钳也可以 如果你用手的话 可能这两只手指就废了 要流血 要进医院了 要打破伤风了 知道吗 破伤风倒不至于 这个刀啊 还有没有锈 要出这根线 那么这个钳子 跟它平行 捏住之后 往下一用力 就可以了 大体上就是这么多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对 重要的就是 一个是 可以固定前后 以及它的矿量 要最少 就越好 然后还有就是 如何去撇刀片 这个一定要学会 对 就是特别是在刀钝了 不太好用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 不要奢侈的 把刀就这么丢了 或者是把整个刀片给丢了 还好你丢了是这一把 丢那一把就有点心疼的 哈哈 再说一下 其实这整个刀来说的话 都不是那么贵 对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 是非常好入手的 价格非常的低廉 然后 这个刀本身 可以一直使用嘛 只要换人刀片就行了 然后和那个 柴皮刀最大的区别在于 它不用磨 柴皮刀得磨 柴皮刀真心 不适合新手去录 对 虽然说很好用 但是你用了一会就得磨 对对对 然后新手磨不好的话 一把刀就废掉 是的 那么今天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希望对萌西们 有用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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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